我每一年都会想同一个问题 每一年每一年 我明年的这个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就会好奇就是说 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或者是自己又会去尝试什么新的东西 或者是说 会接受到什么新的朋友 跟家里面的关系又不会进一步 因为我自己一根床的时候 我跟家里面的人几乎是断联系的 几乎是 为什么 因为觉得父母那样的东西 我不太喜欢去说 对 报喜不报忧 说了的话反而会担心很多 甚至可能会经常给我打电话 我会觉得很麻烦 所以你从小就很独立吗 你不依赖任何人 我不依赖 我不依赖 从小 妈妈也不 也不 男朋友呢 男朋友的话 之前有谈过 但是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你到底爱不爱我 那你到底爱不爱他们 就我觉得这是 相互的能在一起的话 那肯定就是 喜欢的 我把时间给你了呀 对不对 我觉得在我这时间很重要 嗯 后来就觉得说 嗯 还是事业比较为主吧 还是还是先把自己事情做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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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